本期话题 PDE5抑制剂是什么药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伟哥咱们 我们可能就指的 我们常见就是 我们叫PDE5抑制剂吧 以外科为代表的 它首先是个药物 它是治疗男性 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它只是给 勃起功能障碍的病人吃的 那么它不是给正常人吃的 那第二来说呢 所有的药物都在国家 比如在药监局 在这个法律法规的指导下 它生产的 在医生的处方下 进行合理的使用的 对吧 所以说在医生的 这个指导下 处方下合理使用的药物 那么它都是安全的 对吧 安全的话 当然所有的药物 首先来说呢 它也有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都是少数 轻微的 比如像我们吃 伟哥这一类药物 有些人可能出现 头疼啊 鼻塞啊 面部潮红啊 这也都一过性短暂的 那我们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的 那我们最主要 要它一些 就是改善 我们生理的作用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口服这些药物 在这个 必须在性刺激的情况下 那么的话呢 口服药物 一个小时以后 有性刺激的情况下 它就会能改善 我们的勃起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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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